5月12日,在洛杉矶县北岭,一名男子在自家门口遭枪手袭击,受到惊吓的男子试图开车引走枪手,二人开始追逐。 案件目前仍在被调查中,仍不清楚枪手的具体身份证和开枪的动机。 大门上的安全监控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,受害者将他的车停在自家门口的环形车道上,而一辆棕色轿车停在附近街道上伺机而动。 受害者把车停好后,正要下车,这时他注意到可疑车辆突然开到他家门前,随后一名持枪的男子迅速跳下车并开枪。 受害者感到十分害怕,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家里,他开着车离开,试图引走枪手。 枪手也开始跟踪他的车辆,同时有枪声不断响起。 受害者表示,一颗子弹击中了他汽车的后部,一颗击中了他家门前的树,还有一颗击中了邻居楼上卧室的窗户。 受害者希望洛杉矶警局能进行彻底调查,并悬赏十万美元以抓获嫌犯。